好写吧 ul 然后呢 li乘以 一样的 真烦人 就这么写 加大幅号 表示内容一生成 学会了吧 li 好不写组 叫li collection 然后再写个lens 来个for循环 小于lun i++ 是不是都这么写在下面 对吧 紧接着呢 大家就开始这么写了 点on click 点add event listener 然后click 对吧 是不是紧接着这么写了 然后force 你点哪个都是4 对对对对对 你们还这么写对吧 加上这个i 然后呢紧接着就是console.log i对吧 是不是完事了 绑定个绑定个事件嘛 绑定完事件之后 点哪个出他的虚号 不就完事了吗 这多正确的一个想法 对吧 对不对 抽手是不是怎么抽怎么对 对吧 保存刷新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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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点哪个都是4 为啥 有啥东西 有闭包吧 你想把这个i贴到这个元素上面 你好像贴不上去吧 你这个事件 事件相当于什么东西 把这个函数放到人家那个属性上 但是什么时候执行这个函数 不好说吧 至少是放循环结束之后 对吧 放循环结束之后 你再保问那个i 那个i变成4了 对吧 是不是i变成4了 所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立即使用函数吧 立即使用函数 往里面是不是放一个i 然后这块来个 这块也可以起i 有什么关系吗 是不是一样呢 这个i和上面的i不一样吧 不一样 对吧 无所谓吧 这怎么变成这什么东西啊 我刚才拷贝吃它吗 重新啊 i.add event listener click function false console.log 杀 i是不是完事了 这个i对应的是不是它自己那个i 对吧 在这里面的吧 离它最近那个 保存刷新 再来 0123 就没问题了 所以这块要记住一个什么问题 绑定事件 再听我说一遍 绑定事件 你万万要记住 一旦你事件出现在了循环里面 你就要考虑是否行能必保 当然了 有的时候非得每次都这么写吗 也不一定 你这个绑定事件的处理函数里面 如果你用不到i的话 那你随便 行不行的b包怎么用啊 对吧 你都不用人家的i 但是你如果用到放循环里面的i了 你一定注意 这块会形成b包的 尤其咱们到后期 用不着后期的 在过一堂课之后 咱们要集体做一个东西 做一堆东西 扫雷摊蛇什么的 那个扫雷不雷盘的时候 绑定事件 你就放循环 然后挨个绑定事件 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就容易出现这种 就是这个数值越界的一个程度 是行 都取到那了 可以 对 ES6 Lite行 没到哪了 差太多了 中间好些课程的 cd3 HMR5 GQuery WiPack等等一些 好多的 你是学到那了吗 还是听说到那了 看ES6了 看ES6了 挺好 挺好 行 自己有经历的话 回去可以往前看一看 挺好 这是一个小题 然后接着往下看 事件呢 咱们研究一个事件处理函数 它的一个环境的问题 这个运行环境就是我们指的这个this 比如说现在 div 还是把这个div可视化出来 可视化出来 然后呢 选择选择这个div 然后接下来哈 咱们unclick一下 unclick完之后呢 我就想看一下里面这个this到底指的是谁 console.logthis 保存刷新 点它 指的是谁 是不是它绑定的就是它自己 对吧 比如说 对吗 是吗 对说真不含糊 再往下看 第一个事件执行的时候 它的环境是这个this是本身 第二个add event listener 改一下add event listener 后面去了吧 click 它的环境啊 其实也是它自身 就是它也没什么太多的这个特殊性 然后在这儿console.log this 保存刷新 点 是不是还是它自己 对吧 这也是它自己 唯独有点特殊性的呢 还是咱们演示不了这个东西 叫attach event attach event里面这个this吧 它指向的不是自己 这一块咱都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bug了 正常来说 它应该是和其他功能高度一致的吧 它就偏偏指向了window 就是说它就偏偏指向了window add event 就是attach attach event 这块加个on 把这个false去了 现在说不去false行不行 不去false行不行 虽然说人不一定只能传俩参数对吧 但我就传六个 你能拿我怎么样 行不行 咱自己都写过 喊数封章 我喊数 是不是没问题 对吧 人家要求几个 你未必非得写几个 对吧 这块 行吧 没问题 然后请接着 咱们就看这 如果这么来写 打印这个this的话 这个this它就会打印出window出来 那window出来 那这个window吧 我们不是很想要这个window这个结果 你想我们在这个绑定事件里面 想写this的话 肯定想让这个this指向自己吧 是不是 这是最好的一种情况 对吧 因为有的时候 比如说一个放循环 或者一个走走招招 或者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绑定函数 这个函数就是为了处理事件绑定的 那这个函数在刚开始封装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谁要传进来 你怎么知道那个this 你怎么知道拿什么去代替this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只能是用this来表示 对吧 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咱们写过很多次原型的东西 对吧 咱知道this的一个不可取代性 这时候我们必须要让这个this指向这个div 那怎么来办呢 人家就指向你window 我们得this等于div 别闹啊 这不行 这肯定不行 咱怎么办 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 这里面咱已知了 这个this它就是window 但是我想让这个函数执行的时候 this变成div 这么来办 正常来说我们这个东西是不是事件处理函数 对吧 它是不是事件处理函数 如果我不让它作为事件处理函数 比如说我们想把事件处理的一个程序写到一个 写到外面 写在handle里面 这个handle里面写的是事件处理程序 然后呢 这个div.attach attach event执行的时候 比如被触发的这个onclick 我绑定是事件处理函数 绑定是这个 然后我把这个事件 就是我把这个事件处理函数写到了外部 让这个函数里面呢 执行这个handle这个函数 是不是也可以啊 看我说 这个函数 只是作为执行handle函数的一个处理函数 然后我把真正的处理的代码写到了handle里面去 明白意思吧 那他说现在那乘客那也没解决这个this的问题啊 这回就好解决了 你让handle.core 把div传进去不就完事了吗 对吧 把div传进完事了吗 所以你这里面的this你就可以随便写了吧 是不是这里面的this绝对指向的是 div吧 是不是绝对指向是div 没问题吧 所以这种方式啊 用这种东西来处理 好了 我们现在了解了这个事件绑定 事件绑定的三种方式和这个三种方式非没对应的一个内环境 那现在咱们封装一个建议性的方法 叫封装一个add event 来处理针对于不同浏览器的建议性的方法 好吧 写一个 叫add event 这个add event干嘛的 给一个dom对象添加一个事件处理函数 对吧 对吧 少了一个 给一个dom对象添加该事件类型的处理函数 对不对 你得想封装他干嘛呀 是不是咱得把需求想清楚了 对吧 这样的一个需求需要几个参数 几个是变量 几个 一个对象的人 事件类型 事件处理函数 是不是仨 仨你都是位置的吧 这仨都是灵活的吧 对吧 任意一个对象的任意事件类型的任意事件处理函数 对吧 都是任意的吧 所以第一个叫element对吧 第二个叫type 叫事件处理事件类型 对吧 到底什么类型呢 是点击类型的还是键盘类型的对吧 然后呢第三个是处理函数吧 就handle啊 起个名叫handle 然后咱们来写哈 当然以谁为标准 是不是add event listener 有它是个不用别的 所以一判断一下 element 叫add event listener 有没有这个函数 如果有的话 是不是拿它的绑定 就add event listener 呗 第一个放谁 type 第二个放谁 pandle 然后呢 forse OK 完事 第二个 如果它不行的话 折中一下用谁 用ie那个 那个on那个方法 最突别的吧 对吧 最原始 而且有缺陷 人只能绑定一个 对吧 attach attach event 看看这个好方式 如果这个好使的话 是不是拿它来写 对吧 那它好使的话怎么写 还是element点吧 attach event 然后第一个呢 写啥 嗯 on加上type吧 然后第二个写 不行 第二个你要写handle的话 你handle里面的this怎么处理啊 咱们说handle是时间处理函数吗 时间处理函数 有可能咱们操作this吧 咱怎么写 是不是function 然后里面写啥 不要执行handle吗 那就执行呗 car呗 car里面放些element 对吧 是不是这样就ok了 然后最后一个else 如果这些都不行的话 那就只能on了吧 就只能on了 点 点啥 点on加type 点on加type 等于handle 这行吗 那咋写啊 反正点on加type吧 你中括号就完事了呗 点的方式不也是属性别的方式吗 那我中括号不也行吗 是不是没问题 对吧 没问题吧 这样用on的方式来绑定这个时间 on的方式来绑定时间 没问题吧 这个就是最终的时间处理函数 保存刷新 然后用它 我们就可以实现更方便的 更兼容性更好的一个事件绑定的一个过程 这个回去啊 写到咱们自己的那个 tooth里面去啊 写到tooth里面去 咱们看一下 没有写错地方吧 是不是都很完善 对吧 该怎么着怎么着了 ok 这个片过了啊 翻篇了 进阶上啊 你要知道事件处理函数吧 你绑定了事件之后 我们未必希望这个事件一直绑定的 有的时候我们还希望把这个事件来解除 能不能是吧 比如说需要解除一些事件 那解除一些事件怎么来解除呢 比如说第一个 onclick的方式 嗯对onclick的方式 就是div的 你先把div选出 选动 onclick 那比如说有个console的log 保存刷新点完之后 哦哦哦 这个info 比方他出a对吧 再点再出a对吧 这事件绑定完了 现在绑定完之后 有一天后悔了 我要解除它 会有什么特殊的需求 要求这个东西 不能有click事件了 很很常 这种东西很常见哈 比如绑完之后 用完之后 我们就不希望它再有了 怎么来解除绑定 哎 这东西你想想 怎么来怎么来解除绑定 它的绑定机制是啥 不就是加属性 机制不加属性吗 那我解除的机制 不也是在家属性吗 我这样等于慢 你还有事件了吗 你是不是就没有了 对吧 保存刷新 社会不好使了 对吧 到底这种解除事件 应该在哪 举个例子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知道有些广告 非常的奇特 包括一些 当老的一些按钮 有按过吗 有一些广告 有一些广告 一个网页 只能触发一次 一个网页 一个生命周期 里面只能触发一次 比如说一些天 太平下载 天下载什么的 有个download的 那块是不是下载 点完之后 先弹出一个什么东西吧 然后你再点 是不是就不出那个广告了 有的广告 是不是点完一次之后 它就不再出了 对吧 老实了吧 很自觉 这种东西咱能不能办呢 比如说 咱们这个东西 想让它点 只让它点一次生效 点第二次不生效了 是吧 怎么办呢 是不是写里头 对吧 this.onclick 等您看吧 是不是这样 最好的 点一次好使 再点再点再点 还好使了吗 是不好使的 叫一次时效吧 对吧 只能执行一次的时间 对吧 每个 下页面那个 它写的 那我不太清楚 每个页面可能写的不太一样吧 如果写这么low的话 也可以了 看高级点的 如何解除 event listener 这个时间 add event listener 解除的方法 也非常高端 叫remove event listener div.remove 比如咱先add add event listener 然后click 哎呀 这代码来回 写来写去的 还是 div.remove remove event 这块写的和上面高度一致 上面写click 这块写写click 上面写一个事件处理函数 这块写那一个事件处理函数 然后写false 绑定 绑定的是一个对象的特定的事件类型的特定的处理函数 我们解除一定是对应的 对象要对应 事件类型要对应 处理函数要还是那个 还是那个函数的引用的东西对吧 假如说 我们的绑定函数这么来写的话 那就永远都清除不了了 对象能找到 类型可以找到 这个函数上哪找去啊 人家叫匿名函数啊 引用是唯一的吧 你是不是找不出来它 所以没法删除它吧 最好的方式是不是 如果你想让一个函数还能被清除的话 那你就只有把这个东西写到外面 给它留一个引用 别人能找到它对吧 所以这块清除的时候 是不是写test才是好使的 保存刷新 它根本都点不了吧 是不是根本点不了 为啥点不了 因为直接删了嘛 对吧 直接删了嘛 这样是好使的 然后给它加上之后 它就不好使了 明白意思吧 这是清除啊 清除 类似的attach event 它清除的方式就是detach event detach 和上面的东西类似 on加事件类型加和绑定的时候 一模一样的那个函数的引用 明白意思吧 加这个东西才能够清除函数啊 才能够清除 这是一个解除事件处理函数的一个方法 没问题吧 这个 ok 然后再接着往下看 就是解除事件呢 有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带大家绑定的一个 封装了一个函数啊 就是封装了一个解除的一个综合性函数 但那个东西吧 用处意义不是很大 但哪个意义大呢 这个 封装兼容性的绑定事件的方法 非常有用啊 一定的知道怎么绑定 解除那个东西 你也不用说给它封装起来 你知道怎么挨根解除就行了 没有意思吧 啊 绑定的这个东西 你必须得背下来 怎么去绑定这个函数 就是绑定的兼容性的方法 必须得知道啊 尤其这个biz这一块 好了 接下来介绍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问题啊 叫事件处理模型 啊 事件处理模型 是吧 这块非常有意思啊 跟大家讲一下 事件处理呢 就是事件处理模型 基本上两个模型 一个是冒泡 一个叫补货 什么意思啊 把这块稍微磨叽点 哎 然后死蛋了 宽高300吧 嗯 我呀 其实我这个高度还不是很舒服 我要是再做的矮一点 我们打得更快 这还是在一边能跟你们说话 一边来打这个过程中 你知道吗 好了 三个方块啊 哎 终于给他写完了 然后呢 接下来咱把这三个方块选出来哈 呃 第一个叫rapper 嗯 按出价位了哈 document.getelementelementby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但凡是带s的 一般就是选一堆对吧 它都是很符合英文特点的哈 ropper 0 好 copycopy content 知道这个选择同样的一个字母怎么选 知道吧 你先选中这个按control d 有没有交给你们了吗 按control d control d 就会选类似的 比如选div 选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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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选选选选选选 选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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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 just a listener click 这个事件处理模型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系统或者说一个元素针对于这个事件它的处理方式 正常咱们刚才看到那个方式指示后展现出方式的第一种 还有第二种方式哈 即使咱们刚才看那种方式 你看的也不是非常透彻 所以我给你演示一下 他真正标准的方式是什么 然后还有一种特殊的方式是什么啊 这块呢改成 嗯 别着急 这块来一个 方式的log wrapper 三块一起写 多点定位会吧 嗯 对按住control哈 我这wrapper今天怎么回事呢 可能昨天睡太晚了哈 box ok没问题吧 刷新 点他是不是出这个 行了 同学们看好啊 看好啊同学们看这吧 三个元素 我绑定了三个处理函数对吧 绑定了三个事件啊 点哪一个的时候它都会出现它自己的名字对吧 在空中台上 我点红的是不是出现自己名字了 好 我点绿色的部分 首先看绿色在哪 在红的上吧 如果我点绿色的部分 是显示content呢 还是显示content加上 rapper呢 是不是都显示了 当我点黄的部分 你会发现它仨是多好使的 比如他们事件 之前的顺序是low下去的吧 对吧好像点黄的的时候 黄的也算绿色区域了 是不是绿色的出发了 然后红色的是不是也出发了 是紧接着一系列它往下慢慢往下low 这是一个现象啊 听我说 我们管这个现象叫做事件冒泡 就是叫做事件冒泡 事件呢 会像水泡一样 一层一层的往上去冒 我解释完之后 有同学肯定猛了 诚哥你这例子举的太不形象了 不是冒泡吗 咱这感觉是往底下渗呢 对吧 咱是不是感觉往底下渗 对吧 这不叫冒泡啊 不对啊不能这么理解 看一下事件冒泡的一个基本概念啊 咱这么来说 结构上 非视觉上 比如说结构上嵌套关系的元素 会存在事件冒泡功能 即同一事件 会从子元素冒泡向负元素 我把它翻译成人话啊 看好 结构上存在负子结构 结构上存在负子关系的元素 是不是他们仨 对吧 然后呢 他们事件出发的顺序是这样的 如果你事件点击到了子元素上 它会一级一级的向它的负元素上 传递这个事件 有没有意思吧 如果你把事件传递到子元 点击到子元素上 它会一级一级的冒泡向它的负元素 所以这个从代码的视觉上来讲 是自己向上的 有没有意思吧 这样是一层一层向上冒泡的 可不是视觉的 没有意思吧 所以再读一遍 是结构上 非视觉上嵌套关系的元素 结构上嵌套 不是视觉上嵌套 能懂是吧 结构上是这个意思 咱哥仨是嵌套到一起的 明白是吧 结构上嵌套的元素 它就会存在一个冒泡功能 自子元素冒泡向负元素 明白是吧 诚哥 好 我给你来个障眼法 margin left 来个100 margin left 来个100 保存刷新 少了 200 200 300 我脑子是不好使的今天 好 放小点啊 这样OK吧 我让他也小点 他小点的话咱可以过去 好 他们视觉上还嵌套吗 还嵌套吗 视觉上 没关系了吧 结构上是不是依然嵌套 咱说了结构上嵌套元素 就能从子元素冒向负元素 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我点黄色区域 你看依然这么出吧 明白意思吧 所以事件冒泡是存在于代码结构上的 而不是显示视觉上的知道吧 显示视觉上跟他没关系 视觉上就裸一起 他也不一定冒泡 明白意思吧 冒的是结构上的一个东西啊 再读一遍 结构上嵌套元素的 结构上嵌套关系的元素 会存在事件冒泡功能 即同一事件 自子元素冒泡的事件 负元素 也就是说字底向上 所以叫冒泡 明白意思吧 我之前我们在接触这块的时候 就有一个有个瓶颈 那时候我也不理解 那为什么叫冒泡 你知道这个东西原理是什么样 但是不懂 为啥叫冒泡呢 怎么想想明白 怎么叫冒泡呢 后来深入了研究一下之后才发现 首先第一点 是结构上嵌套元素才存在冒泡 后来一研究结构上也明白了啊 原来是从结构上的子元素冒向负元素 这样冒泡的解释就通了 明白意思吧 这是第一种事件处理方式啊 我们管第一种事件处理方式 叫做第一种事件处理模型 也叫做事件冒泡模型 没问题吧 这是常规模型啊 还有不常规的叫事件补货 首先给大家清楚一点 事件补货 只有一款浏览器上好使 这一款浏览器叫做Google Chrome 存不存在浏览器啊 各位我跟你讲 浏览器和咱们W3C标准里面 提供了一个功能 叫事件处理模型 必须两个 一个是事件冒泡 一个叫事件补货 说你们这些浏览器回头实现去哈 回去之后就谷歌实现了 就谷歌实现 因为事件补货功能不是很好实现 所以巧了 咱们在谷歌浏览器上 正好可以验证什么叫事件补货 怎么来触发这个事件补货功能呢 在触发之前 我先给大家清楚一点 一个对象 一个对象的一个事件类型 只能遵循一种事件模型 没有意思吧 比如说现在这个东西啊 就这一段代码 要么你冒泡 要么你补货 你不可能同时存在补货和冒泡 能懂意思吧 就一个对象的一个事件类型 只能存在一个事件模型 没有意思吧 只能处理一个事件模型 要么你冒泡就补货 怎么来触发的补货呢 这个false终于存在用处了 把这个false变成处 它的事件处理模型 立刻就会变成补货功能 明白 是吧 立刻就会变成补货 补货功能吧 其实也没那么难理解 补货功能呢和事件冒泡 正好是反的 比如说我点红色的区域 是不是还出来这个 我点绿色的区域呢 它也会触发两个事件 绿色的和红色的 只不过触发顺序是 先红的后绿的 点黄的也是先红的后绿的 这叫什么 这叫事件补货 补货的顺序是 把结构的最外面先抓住 比如说你看 我虽然说点击到黄色这块去了 但黄色算不算红色区域 算吧 红色区域说 诶 时间来了我先抓住了 然后再把它传递到子元素 然后再传递到子元素上 正好传递顺序相反了 是不是外面最外面的先补货时间 然后里层的再补货 然后才是最里层的一种知情 对吧 所以点它是先红的再绿的再黄的 对吧 先红再绿再黄的 而且你注意一点啊同学们 我点击黄色的时候 叫红色的地方捕获事件并且执行 对吧 然后绿色部分捕获事件并且执行 对吧 然后黄色这块呢 黄色这块可不是事件捕获了 你点击的就是人家 所以人家这块叫事件执行 就人家要按按照常规执行 对吧 人家要按照常规执行 好 接下来咱们探究一个事啊 先把这块讲清楚吧 捕获叫结构上非视觉上嵌套关系的元素 会存在事件捕获功能 即同一事件 自负元素捕获至子元素 也说自顶向下 或者自负元素捕获至事件元元素 就是事件再贼神神出发的 就是捕获到谁那儿 没有意思吧 自顶是不是向下 所以叫事件捕获吧 有一点叫IE上没有事件捕获事件 对吧 谷歌上有啊 最新版本的火狐opro也有 老版本没有 最新版本就有 因为最新版本的这些浏览器的内核 多多少少都渗透了webkmaker 多多少少都有 因为它确实好 然后咱看一下哈 比如说 同一个对象 听说我慢点说 同一个对象的同一个事件处理函数 我说错了 同一个对象的同一个事件类型 上面绑定了两个事件处理函数 一个叫事件冒泡 一个符合事件捕获模型 那这两个的执行顺序如何呀 我刚才可说了 我刚才说一个对象 听说我刚才说一个对象的一个事件类型 上面绑定的一个处理函数 只能遵循一个处理模型吧 现在我给一个事件类型上绑定两个函数 让两个函数分别遵循事件冒泡和事件捕获 我想问一下我点击一个元素之后 它是先执行捕获还是先执行冒泡 明白我意思吧 我把它复制一份 再来一个一样的 给它们全变成fors 然后呢 这块给它改成什么 这是冒泡吧 冒泡叫bubble 吃过一个泡泡糖吗 叫bubble对吧 用的就是这个bubble 保存 一个对象一个事件处理类型 两个函数对吧 点一下看看到底谁先执行 我点黄的呗 来 先捕获先猫泡 是不是先捕获了 后猫泡了 确定吗 你没发现我绑定的顺序就是这样吗 咱给它换个顺序呗 对吧 验证一下 咱换个顺序 看看还是不是先捕获后猫泡 再点 wapper捕获的吧 quantum捕获的吧 诶 这是啥东西啊 然后 是不是后俩是正常的顺序对吧 怎么到这儿 有点变化呢 诶 对了哈 我刚才特意强调了一下 就怕你混淆 顺序一定是先捕获后猫泡 这没有问题 但是你看我点击黄色的时候出现什么 先捕获红色区域 然后绿色区域捕 然后呢 叫黄色区域的事件执行 再有黄色区域的事件执行 然后冒泡到绿色区域冒泡到红色区域 对吧 黄色区域是两个事件执行吧 事件执行的顺序要符合 谁先绑定谁先执行吧 你这个bubble先绑定的 当然人家bubble先执行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顺序中间那块有点小别扭 应该理解吧 对吧 正常的顺序还是先捕获后猫泡 一定记住吧 先捕获后猫泡 没问题吧 先捕获后猫泡 先捕获后猫泡 ok 然后有一些特殊的事件 咱们下堂课讲事件类型 有些特殊事件 focus unfocus 事件 unbloom事件 是不是咱都看过 第一堂课有没有看过吧 可能说不太理解 unfocus unbloom unchanged unsubmit unreset unselect select 这些事件没有猫泡功能 就并不是所有事件都有猫泡功能 你就笨想 focus猫泡 往哪猫啊 focus干嘛的 聚焦事件吧 对吧 你这个input上面 你鼠标聚焦了 这才叫unfocus吧 你这个东西怎么猫泡 你猫给谁啊 对吧 就没有那个东西吧 你猫给谁啊 你告诉我 所以它也不应该存在猫泡事件 对吧 好吧 所以这块大家清楚一点啊 如果有一个选择题告诉你 所有事件都能猫泡 必然是错了吧 是不是有些事件不能猫泡 根本就没这个事件处理模型啊 接下来 我们知道啊 事件冒泡有的时候是好事 有的时候也并不是好事啊 咱们可以利用它做很多事 包括咱们后期的一个 叫事件委托的功能 就是利用事件冒泡来做的 咱们一会来讲啊 但是 有的时候我们并不希望它冒泡啊 你知道为什么不希望吗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哈 我们在全局的文档上 Document也能绑定时间的 在文档上绑定的一个click时间 如果用户呢 没事闲的点一下文档 我们会给他提示点字 对吧 对吧 叫你闲的呀 对吧 你点空白区干嘛 刷新点文档 是不是出这个东西啊 然后但是呢 我们想让一个效果实现成这样 当点击红色的时候出现红色的功能 但是现在你看哈 我点击红色的时候 是不是冒泡了 哎 这是个好玩的现象哈 红色上我是不是没绑定时间处理函数 对吧 这块验证了一个啥问题 叫我们不绑定事件处理函数 是不是人家事件依然有 人家依然会往下冒泡对吧 你绑不绑定那是你的事 我实践是天生自然有的对吧 天生就有的功能 我照样能冒泡 现在我想 当 怎么去了 保存刷新啊 我给这个div 也想把那个事件叫onclick 点完之后呢 给它实现一个小功能 叫base.style.color 点baggown color 或者baggown的也行啊 直接写baggown它也会识别的 就搬上绿的 保存刷新 点完之后让它变绿 啊 保存刷新 点完之后它就变绿 但是它是不是触犯覆盖效果了 复加效果了 对吧 我们想要点绿色区域的时候 不能算点全局的 对吧 全局那个东西是我一个复加功能 开玩笑的对吧 你不能点啥子出这个 那还得了对吧 而且你这种关 这种嵌套关系 是不是任何东西都是document 刀客门的紫元素对吧 因为人代表文档 代表全局对吧 你点哪都会长得他身 是不好啊 这个时候冒泡对我来说是一个伤害啊 那我们就要研究了 怎么样取消你这个冒泡时间 或者说取消你这种冒泡功能呢 能不能 确实是能的啊 咱们可以去阻止冒泡 w3c标准的方法是什么呢 叫stop propagation w3c标准那肯定意味着 i19不好使吧 i19不好使 在讲这个之前嘛 我必须跟大家铺垫一个小的概念 叫做事件对象 在每一个事件处理函数里面啊 我们可以写一个行参 就是吧 在每一个事件处理函数上面 我们可以写一个行参 你就写一个就行了 写多也不好使 写一个行参 这个写行参干嘛啊 我们也不能往里传东西 咱们是不能传 系统会帮咱们传的 你们有意思吧 系统会帮咱们传一个事件对象 这个事件对象长什么样子呢 它确实是一个对象 上面有很多个属性 每一个属性都记载了这个事件发生时的一些关键性数据 比如说事件类型啊 事件时刻啊 鼠标的一些坐标点啊 明白 是吧 它记载了这个事件发生时的一系列数据 和一系列信息 啊 以供咱们去使用 它把它打包成一个对象 传到咱们这个 第一个参数里面去了 明白 比如在这之前我们先试一下哈 console.log 我打印这个E 比如说点它 是不是出来一个事件对象 这个事件对象上面好些个属性 就是记载了当前事件发生时的一系列状态和信息 明白 有意思吧 这是事件对象哈 然后这个事件对象上面有一个方法能够阻止冒泡实践 叫1.stop propagation 括号是个方法 一旦你这么来执行了保存 你就会看到点它之后它不冒泡了 看到了吧 你看这块是不是该执行执行 但你点它执行它就不冒泡了 点点点不冒泡了吧 这个叫取消冒泡实践 w3c标准给出的东西对吧 然后第二个不标准 IE独有的 这个说IE独有吧 还真不太标准 谷歌给它实现了啊 咱也能试了 叫1.cancel bubble 是个属性 给它变成true就可以了 咱们在这块 设一个 把它注视掉哈 第二个方法 1.cancel cancel 是取消的意思对吧 cancel bubble等于true 就是你看 这个既true还是false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就是你翻译一下的 就要取消冒泡吧 变成true 是不是要取消了对吧 保存刷新 是不是也取消了 咱谷歌上也有这个东西啊 也有 就取消了吧 然后第三种方法取消冒泡的一个 啊 没了没了哈 像糊涂了哈 没了哈 阻止默认有三种哈 阻止默认有三种哈 对吧 取消冒泡就这两种 明白是吧 取消冒泡就这两种哈 一个叫一点stop propagation 一个叫一点这个cancel bubble 呃封装一个函数那就封装吧 封装一个函数叫stop bubble 然后呢里面要传一个事件对象进来 然后咱们依照这个事件对象 if 事件对象点 stop propagation 如果有这个的话 那就event点 stop propagation 对吧 执行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是event点 cancel cancel bubble 等于 出 对吧 是不是就完事了 然后在这里面怎么执行啊 直接 stop bubble 是把e传进来就完事了 对吧 咱们就是为了封装按照这个 咱们就是为了封装按照这个 这个 怎么sam 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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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关注的是返回结果吧 是不是sam 预算符关注的是返回结果 对吧 你也可以拿它当做一个执行顺序 也行 咱们写是不是还是好的 一般我们写sam 预算符的时候都是war一个啥啥啥 对 if啥啥啥啥 然后a等于啥啥啥啥 然后 然后else 然后a又等于另外一个东西 对吧 是不是咱们一般这么来干 对吧 这是用sam解画最好解法吧 ok 这是一个封装的凯数 可以记起来啊 然后紧接着哈 其实我们还有一些默认事件 你包括那个手机哈 之所以玩那个 陪子那个写那个 那个飞机大战玩的那么流畅 它取消了很多默认事件 你会发现之前咱们分享到大学里面那个飞机大战 一滑屏幕容易跟着动对吧 你放大什么它可能会跟着动 那些都是这个浏览器的一些默认事件 包括手机浏览器默认事件 就是对角一滑它就会放大 啊 这种东西都叫默认事件啊 还有一个默认事件 有好些哈 不是还有 一个默认事件是啥呢 我在屏幕里面右键会出来菜单吧 这看起来这网页多low啊 对吧 是不是多low 啊 我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让右键不出菜单呢 其实我跟你讲 右键出菜单还是个事件呢 不是右键事件啊 就右键出菜单事件 单独给它列了一个事件啊 你看一下 document.oncontextmenu 啊 contextmenu 这个事件叫右键出菜单事件 contextmenu啊 就叫右键出菜单事件 然后呢 右键的出菜单的时候 我们提示一下 看看好不好是啊 诶 右键就出菜单也出来了吧 这事件是不是激活了 我们这个叫默认事件啊 叫右键出菜单的默认事件 我们能足 有的时候我们为了更好的网页体验效果 我想把默认事件清除 就浏览器自带事件哈 你别给我执行 你别出来你那个默认的一个 什么时间什么什么 什么时间处理函数啊 怎么办呢 我们在里面写些代码 第一种方式 叫returnforce的方式 returnforce 兼容性非常的好 是最原始的一种 就是最原始的绑定事件的方法 巨饼式的绑定事件方法的一个运用的版本 叫returnforce 呃 你写完returnforce之后 保存哈刷新 右键指出A 右键指出A 不再出菜单了吧 它的默认事件就被我们 取消了啊 叫阻止了默认事件了 没有意思吧 阻止了默认事件 但是这个returnforce 大家注意点哈 它是一个巨饼的方式来阻止默认事件 也许说只有 咱们用巨饼的方式绑定事件 用returnforce才好使 比如说你add event listener 他是event 用returnforce好不好使 不好使 一定不好使 如果你用那些东西去绑定事件的话 你只能用这种方法 在这块写个E 还是把这个实验对象拿出来 放这儿 然后呢 在里面写啥呢 写 第一种方法 w3c标准规定的哈 叫e.prevent prevent default default是默认的吧 prevent是防止啊 对吧 e.prevent default 它也可以阻止这个事件 然后依然作为参照 咱把这个a打出来 保存刷新 我右键是不是出A 不出实件 右键出A不出菜单 对吧 这叫阻止默认事件哈 这是w3c标准规定的 然后呢 有一个兼容Ie的啊 Ie Ie9以下能用的哈 当然这个也都能用了 叫e.return value e.return return value 等于false 它也可以阻止默认事件 右键是不是也不出了 右键也不出了吧 这些都是阻止默认事件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种东西吧 大家要好好熟练的去记一记 没关系吧 然后封装一个方法 咱可以这么封装哈 方圣 名拿出来 cancel handler 里面穿啥 event 然后呢 这块写if 一点prevent default 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一点prevent default 我没写错过default 你怎么怪怪的呢 如果这个不好使的话 你怎么办 一点 return return value value等于false 对吧 再不好使呢 还能returnfalse吗 再不好使就不行了 知道吧 returnfalse你封装不进去 为啥 你如何让一个函数执行完了之后 能让它变成returnfalse的形式 对吧 人家需要在这里面返回值返回一个false吧 你让一个函数来执行 你怎么可能能达到returnfalse的一个程度 是不可能 是不是坚决不可能 对吧 人家函数执行 顶多给你返回一个false来 那你怎么办 你return 这个函数结果啊 不能啊 对吧 所以只能这样了啊 所以这样 cancel candler 把这个e传进去 刷新 右键 是 es not turn 啊 这块是event 对吧 event event 对吧 保存刷新 右键 是不是出位不出那什么 出位不出那什么 右键对吧 这是阻止摩日事件的一个效果 看一个过瘾的哈 我写个A标签还记得他吧 哈 都快忘了哈 保存刷新 嗯 过不去啊 为啥过不去 对吧 http哈 这些全 把协议的一些全 保存刷新 是不是到这了 其实准确数应该https啊 安全的写议啊 嗯 s是安全的意思 security security 那个你上那个机场的时候有这个security gate security gate 安全通道 安全出口 登机出口啊 呃 这个是这个能被点击的功能对吧 如果这块写了一个站位符写了一个警号呢 他也能被点击对吧 其实A标签被点击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 不知道你发现没有 乘100 刷新 它是不是到下面去了 当我点完它之后 你会发现它回到顶了 即使你写了一个空毛点站位 它是不是会到顶 他得展示一下说 我确实是被点击了哈 他就展示一下 我确实被点击了 上去了对吧 这就上去了 然后再点这就上去了 这是不好 我们经常拿A标签当做按钮来用 也就是说它当了按钮之后 它就没有一个跳转功能了 能懂意思吧 但是由于它自己 它自身就带跳转 所以你当按钮 它非常不爽 你点完它之后 不是刷新页面 就是跳到最顶了 所以各种别扭 能懂意思吧 各种别扭啊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这个跳转功能是A标签的默认时间 我们可以把A标签默认时间给取消 OK哈 我们在我面前看睡觉呢 onclick时间 然后哈 在这块 咋的 return force吧 刷新A标签呢 就在这能看到吧 哎呀 太往下了哈 生成保存刷新 在这呢吧 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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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是不是不跳转啊 白费了吧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东西给去掉 刷新再点再点 是不是连警号不出 是不是连警号不出 他已经失去了点击跳转的功能 以及点击刷新页面的功能 是不是失去了 证明那是他的默认实践 明白是吧 其实我们还有一种更好的写法 你在一些网站上 大型网站上你经常会看到哈 大家就图个简编 嗯 哇这也能生长 我感觉打错了不了 啊没有 A标签 比如这块有个这个东西 这块不写这个哈 记得我第一堂课中给大家写 我说A标签这里面可以写个叫 协议限定符的数字 扎斯贵吧 里面可以写扎斯贵代码吧 就这块写AlertA都能出来 对吧 刷新 A标签呢 啊 看不着对吧 叫Demo 保存刷新 这点他能出来AlertA 对吧 这块啊 我们可以这样 如果想取消A标签的默认实践的话 可以在这块直接加一个东西叫Y 啊 叫Wide 在行间 JavaScript这块 冒号这块 写信号后面哈 在行间这块写Wide 相当于写返回值 Return什么东西 明白的吧 你Wide写0啊 写Force啊 就相当于ReturnForce 明白的意思吧 好 这样 你看他是不是也失去了A标签的功能 点完是不是白费 怎么着都不好使啊 好 这是一个默认事件 其实默认事件有很多哈 以后咱慢慢接触 很多很多的默认事件哈 你只要知道怎么去取消就可以了 没问题吧 现在 好 好了 接下来呢咱们讲一个知识点啊 叫事件原对象 呃 事件原对象 首先讲事件原对象之前啊 咱们先讲一个东西叫事件对象 详细的讲一下 事件对象是这样的 来一个DIV 哎呦 还得写我都疯了 我这张课写过无数遍这个东西了哈 我不知道我写了这么多字 从速度上对你有没有一点启发啊 有点启发啊 好 然后呢 来一个click 这块一个实验对象 咱看一下这个实验对象啊 当你点击他的时候 是不是出这个实验对象 对吧 跟大家说一个事啊 这个实验对象 我们浏览器会把它打包成一个对象 传到咱们的参数里面去对吧 但是 是在非IE浏览器的情况下 他会 如果IE浏览器下呢 这个E就会失效 但是IE浏览器下 你触发一个事件的时候 他会不会记录这个事件的一个具体信息呢 他也会记录 在哪记录 他会在window.event上面记录 明白的意思吧 就是如果我想拿到一个事件出发之后的事件对象 我们得写个兼容性的写法吧 首先写个event 等于 因为谷歌浏览器那就用E好了对吧 如果是IE的话 window.event 明白我意思吧 是不是这块做一个兼容 我记得我讲货槽的符合数 就给你们讲这个例子吧 对吧 这块是不是用到了 E在非IE浏览器下里面都有 IE浏览器里面 他不会把事件对象传到E里面 他会传到window.event上 所以这块做个兼容 对吧 如果我想拿到这个一般的对象的话 用的话 怎么来词 这个事件对象上面会有很多属性 我给你看一下 会有很多属性 点完之后 点开它 你会发现 是不是上面有一些什么这些东西 什么bubbles什么的 咱看这儿 cancel bubble 是不是一开始是false的 默认识是false的吧 咱可以变成处吧 他还有clientX clientY 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个是我鼠标点击触发事件的时候 鼠标的坐标点 我的坐标点是7677 没有用意子吧 再往下 pageX和pageY 同样也是鼠标点的位置 它俩共用的 其他这些东西 return value是不是有 默认值是不是true的 对吧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东西 咱们看 还有一个src element 还有一个target 这俩是啥呢 别着急 这些实验对象的一些属性 咱们基本上后面都会讲到的 那现在咱们解读不到那么多 先看一眼 我在这个div里面 写上一个div 别动 别动 行了 写个div吧 方便点 50 50 来个绿色的 然后给第一个加class 叫wrapper 给第二个加class 叫box 保存 保存 这个呢叫wrapper 怎么来选 by class name 对吧 class name 然后wrapper 写到这 box ok 保存刷信 嗯 美方写错了 这块应该drapper吧 保存刷信 应该这样吧 好了现在看好啊 各位们 我点 drapper上是不是他会执行 我点绿色上 他是不是会冒泡来执行 反正他都会执行 对吧 但是有个问题 我点红色区域上 是点击到他自己身上来执行的吧 我点绿色身上 其实触发事件的那个点 是不是在绿色身上 是绿色施舍给你的对吧 啊 就传递给你的 所以这个事件圆 我们管触发这个地方 叫事件圆 对吧 圆头的圆啊 点击红色这块 事件圆是不是他自身 点击绿色这块 事件圆是不是绿色的 传递到他身上的吧 我们 事件对象上有一个信息 是专门记录事件圆的 这个信息是什么呢 比如现在 我点红色的 你看啊 这块有一个 src element 看到了吧 叫div wrapper 是不是drapperdiv 他自己的吧 target是不是他 我换一下 当我点绿色区域的时候 再点开这个事件对象 上面记录的东西是div box吧 这俩东西就是事件圆 事件对象上面一个属性 叫事件圆对象 事件圆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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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我想找这个对象上面一些事件圆对象呢 就是到底谁触发的他的事件 对吧 到底在哪出发事件对象 怎么来找事件圆呢 两种方式 第一个是target 第二个是src element target呢 是火狐上有 谷歌上也有 然后src element呢 是ie只有这个 但是谷歌也有 但是如果你想兼容所有浏览器的话 咱是不是还得写货 对吧 但这俩谷歌上都有 视频看到了对吧 谷歌上都有哈 那这个火狐只有这个 ie只有这个 那没办法怎么写 想获取一个 啊 获取一个target的话 等于 event 是不是事件对象先是兼容的 点target 或者src src element是谁上的 ie的吧 一定记住是ie的啊 保存 是不是现在能归出事件原对象了 然后把事件原对象 打印出来 保存刷新 来 是不是事件原对象是他 是不是事件原对象是他 对吧 说成哥啊 求事件原对象对我有什么用啊 有什么太大用处吗 有什么太大用处吗 文奖有老爸用处 我们有一个功能叫事件委托 讲完这咱今天下课哈 事件委托机制什么呢 看好 好了同学们 看好啊 一个ul 上面呢 有10个li 10个li上面啊 还都有序号 现在我的要求是 我们要绑定 我们要给每个li 绑定个实践 要求是这个实践实践的功能是 你点哪个li 就输出哪个li的内容 这不设计币包的问题了 你要求是点哪个li 就输出哪个li的内容 怎么写 常规情况下 大众写法 对吧 暴循环嘛 是不是来个li 再来个 大众里面的高手 对吧 还得把len 是不是拿出来 然后暴循环 对吧 len 你兴高采烈的写下去 对吧 然后呢 li.i 然后onclick 转吧 对吧 方形环你就转吧 然后呢 输出 输出是不是 this代表这个对象 因为onclick环境吧 this代表对象吧 this.inner text 是不是输出1,2,3,6,7了 是不是也确实这样 点哪个出哪个吧 是不是这个功能完事了 对吧 同学们 好了 现在我考你一个 如果我是面试官的话 挺好的同学们 提类似 但是换了个数 一个ul 里面有3000亿个li 我让你给每个li 绑定一个实践 同样实现这个功能 打印出里面内容 来吧 测试过我电脑吧 10亿圈 方形环10亿圈 里面啥都不写 还得转两秒钟了吧 3000亿圈 能转明天的 咋实现 咋实现 而且 再看一下这样的一个不好的地方 现在是10个对吧 10个我这么写完之后 后来 我又动态往里再加10个 我要求那10个 也存在这样的功能 你咋写 是不是得重写 你是不是得重复方形环 是不是各种不好 各种low 对吧 所以说 这个时候啊 我们的事件语言对象登场了 li是负极还是ul是负极啊 那如果冒泡的话 谁冒给谁啊 li冒给ul吧 好 选什么li呢 选个d 拿出来一个 ul.onclick 写成e 陈哥 你要干啥 别着急啊 我们先把事件对象 给他弄兼容的 好吧 是个window.event 是个ie的写法 然后呢 再把事件原对象给我拿出来 event 点 target event src element 是不是这样 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 事件原对象干嘛的 如果我在 我问你啊 ul多大 是不是就是由li 决定吧 li 是不是基本上覆盖了ur的所有区域 那我点击第一个li 是不是ur一定会执行 事件 执行事件之后 他找的是他的事件原对象 那事件原对象 是不是还是这个第一个li啊 然后我的要求是 打印出事件原对象的 inner tax 这样高不高 好不好 无论你里面有多少li 你是不是都是他的子对象 你是不是点击到li之后 都能冒泡给ul 对吧 那我干嘛把这个点击事件绑进到li上呢 又麻烦效率又低 又不能进行后续扩充问题吧 是不是不能进行后续扩充 而这个首先 一是不是效率高 我不用循环 二可不可扩充 你就往里面再加20个tax 是他的子元素对吧 是他子元素就能冒给他身上对吧 所以动态加的问题是不是也解决了 而且动态加完之后 是不是立马他就能显示出他的事件 对吧都好使吧 所以这种形式啊 利用了什么 利用了事件冒泡机制吧 和事件原对象进行处理吧 这种方式我们管的叫做事件委托 事件委托 本来说应该在li身上完成的工作 是不是交给他别干了 是不是更好这种情况 更好 而且效率高吧 两个优点 第一个优点性能好 不需要来回循环吧 第二个是不是灵活 要扩展性好吧 你随便往这个容器里面再添东西 你添一个就有个事件 添一个就有个事件 添一个就有个事件 因为事件也没绑定到li上了 对吧 绑定到ur上了 明白了就说的意思吗 叫事件委托机制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点 咱们在写扫围的时候 那雷盘是不是很多个 咱们雷盘每一个雷 是不是功能基本上都差不多 既然功能都差不多 那可不可以把它抽象出来 放到ur上 没必要放到每一个雷身上吗 明白的意思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ok 行吧 咱今天课就先讲到这儿 留个小作业哈 这个小作业呢 先预习两个事件 你不用预习 你试都能试出来啊 一个叫on mouse enter 一个叫onmouse live 一个叫onmouse mouse mouse dileb 三个事件预习一下 over over 제 enter over 是老版本的 out to 也是老版本的 这俩对应的 啊 一样的 oud 一样 就是说一下 你不能这么简单 作业 你们国歌 开玩笑吧 你们居然掉以轻心了 敢收拾了都 咱这个投没收完 预期这仨为了干嘛 为了写一个叫拖拽 为了写一个拖拽程序 什么拖拽程序 有个小方块 当你把鼠标点击到小方块深圳的时候 这个小方块 点击这个小方块挪动鼠标 这小方块跟着你鼠标走 当你撒开鼠标的时候 挪走鼠标的时候 小方块不跟你走了 你再点击再能挪过来 就能用鼠标去挪方块 能懂我意思吧 就要写一个拖拽的功能 拖拽的功能 写一个拖拽功能 行了 这课到这就先结束了 下场课还有